这怎么搞的 挖得那么深了 怎么还能挖出来 谁知道京城会发大水 好端端的 皇上突然下令 说要疏通城内的水渠 我弄死的这个红桨 是范仲淹的义女 范仲淹是执拗的义根筋 泛起魂来 连皇上都拿她没办法 现在出了这事 她绝对不会放过我 不过是多花点银子的事情 那个红枪 虽说是范仲淹的义名 可她出身卑贱 远是个歌迹 人死在我们院子里示针 但咱们就一口咬定 不知道此事 皇上 伊 大人 朗爷 老爷 你叫他 他死了 他要是不死 死的就是你我 那现在怎么办啊 埋了 埋 埋得越深越好 老爷 快 这边 来 这边 这是一口废弃多年的枯井 丢在里面在风上 保证不会有人察觉 好 回头再把它埋了 正好 把这花园 也重新一块发心一下 老爷说的是 我会尽快着手此事 该死的夜猫 老 走 走 走 叶昭已经被罢军权 范烛烟的势力也受到打压 就算他们再不服气 又能掀起多高的浪花 哎 如果红墙这死鬼没有被挖出来 一切都好说 可现在这具尸体就是在我们的院子里被挖出来 我能拖得了干系吗 杀人长命 就算齐王能替我说清 但是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活罪 牢狱之灾呀 灵虫之灾呀 杀人长命